财报公布后台积电股价一度超过历史最高价 大盘委迷台积电却逆风飞翔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作为台北第一狠人的台积电成立于1986年 自成立起台积电便专注于生产 认为不应该和客户发生竞争关系这一宗旨 当下台积电能拿下芯片制造的半壁江山 与其成立时的宗旨可谓是密不可分 芯片行业的生产流程为芯片设计公司 在设计好芯片后找芯片制造公司来代工 而芯片制造公司则必须有光刻机才能完成芯片的生产 所以站在台积电的角度来看 光刻机公司阿斯迈尔为它的供应商 英克尔与三星为其主要竞争对手 而苹果AMD海思半导体等公司则作为它的客户 台积电比较突出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台积电的技术领先 另一方面是它只专注于芯片代工的商业模式 第一点 技术领先 这一点是基本属于芯片行业的共识 台积电的技术目前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并且在芯片的研发速度上较快 相信这个地位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并与其他厂商拉开距离 另一方面是其只做代工的商业模式 三星既可以给自己的产品制作芯片 也可以给别人做代工 这就导致很多三星的客户 同时也是它的竞争对手 而芯片设计往往都是一个品牌的核心机密 这就导致很多公司无法放心地 把芯片制造交给三星 而台积电则是专注于芯片制造 并且对于其客户的保密工作非常到位 相对来说其客户面更广 有关财报方面 我们先从营收开始讲起 台积电在2021第四季度的营收 高达157.4亿美元 环比增长了5.8% 同比增长了24.1% 去年第四季度的营收 不仅超过了之前的预期 而且又再一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如此漂亮的第四季度业绩 也让2021年的全年营收增长高达24.9% 台积电在利润方面的增长也很不错 去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 环比增长了6.3% 同比增长了16.5% 股本回报率也高达31.3% 非常棒的成绩 业务板块收入方面 来自智能手机的收入相较去年的48% 下降至44% 2021年的高性能计算 HPC的营收比一年前提高了4% 相信随着未来人们对算力需求的高速增长 虚拟货币 元宇宙等 HPC业务 将来是台积电未来长期营收增长的强劲动力 除了HPC的营收比例增加了以外 2021年汽车芯片的收入占比也从2020年的3% 提升到了4% 因为去年汽车芯片几度短缺 所以汽车芯片的产能也因此提高了收入相应有所提高 以上是此次财报体现的2021年台积电的整体营收情况 近期台积电股价大幅拉施的主要原因 除了其财报表现良好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台积电对于其2022年代预期是非常乐观的 由于视频篇幅的限制 更多的内容我已经准备好了更全面的股评报告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咨询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